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 从政治到经济 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 世界都在关注 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 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 欢迎收听由王家宣主持的 台湾怎么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怎么想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宣 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 很多人都很关注在5月底发生在台湾 一个曾经造成大概有将近有10万人 上街头抗议的一个国会改革法案 带来的一些争议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 他是公民监督联盟的执行长张宏林先生 那张执林先生 可不可以先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 嘉宣好 各位我们阳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 我在正式采访张执行长之前 先抛一个小问题给大家 我很好奇各位听众 在不查Google的状况下 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每年行政院提出的年度总预算有多少 他其实是将近两兆台 两兆多了 现在原来最早的时候 大概一兆九千多 现在这几年 因为包含疫情中间大概是两兆多 对两兆七千亿 我看了去年的最新的资料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立法委员 每年要决定我们这两兆多元怎么花 所以他们长友的权利 跟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大的 以至于立法委员 以至于立法委员个人的行为 个人的施政问证品质 乃至于整个立法院的制度的设计 都是攸关我们国家的福祉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但是呢 即使在这一次的国会改革争议之前 我相信其实大部分人对立法院是如何运作 跟立法院委员平常的表现 其实这是很陌生的 对我们一般人不太会去 每天去看立法委员施政的问证 可能当然大家会接触到 可能就是刚好有 比如说打架或吵架上新闻 或者说比较认真的会看一下 晚上的空音节目 但是那些不能完全表示 立法委员施政的表现 对那今天我们邀请到 这个公都盟的执行长张宏林 来跟我们谈说 他长期以来对台湾国会改革的一些 看法跟观察跟他们的主张 以及当然很重要就是 他对于这一次 总共有五个相关的法律的争议的一些看法 那张执行长 我觉得他长期以来 最近十年都是从事NGO工作 对其实我蛮长的时间在NGO 我从NGO再投入应该也差不多20年了 从早期的环保团体 后来带到国会监督的组织 是然后2010年前 他也有参加过几次台北市议员的选举 那张执行长 那可不会先请您简单 帮我们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你自己对政治参与的经验 以及公都盟这个团体是怎么样的团体 我大概说明一下 其实我本身学传播 那再早一点学工业设计 要说来大概跟政治没有特别的一些关联 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自然生态的部分 那后来有个机缘 就到一个荒野保护协会工作 那有机会那时候做上执行长的一个工作 荒野因为在做自然教育的推动来讲 在台湾非常的重要 对于许多棋地守护管理的部分 也有很多的一些成就 不过后来我就发现 常常会有媒体来问我说 秘书长今天立法院又通过了什么什么法案 请问你有什么看法 在我那时候当秘书长的时候 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智慧型手机 赶快看一下即时新闻 老实说你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尴尬的 也就是说媒体都觉得 你应该是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者 然后但你却不知道 立法院原来通过了什么事情 就大家只是低头 一直在针对环境教育的推广 认真努力去走 对于所谓的政策 外部政府管理怎么去做 反正那不关我的事 反正人最难搞 还是自然比较可爱之类 有很多这样的人 可是我后来发现 这好像不是对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我举一个台湾的同胞 实际上台湾有许多 很有爱心的那些动物爸爸 动物妈妈 他们可能甚至你有看过故事 是善尽家常 卖了一栋两栋三栋房子 在救这些流浪动物 很棒 我也很感谢他们 但我们只是说 那是不是有一群人 可以换不同的任务分工 他到源头去针对法规 要求从修法的部分 应该是国家的权利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把人民 是托付给国家选出代议者 来决定我们期待的生活 国家的一些样态 所以他们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怎么最后是要人民 用自己的力量来走 所以显然我们认为说 有些必须还是从所谓的政策 方向的部分来做决定 所以那时候才有个机缘 才慢慢的后来有跨足到选举 其实主要的部地道也不是要去从政 我觉得只是说 他应该是一个废逆组织 或者在做社会倡议人 他可以使用的手段或工具之一 其实在国外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 一个方式跟方向 那后来当然因为对于政治的关心 如果政治很重要 才进入到公民监督国会联盟 那公督盟的部分 事实上他的前身是社会立法联盟 事实上就是一群比较积极的 想要对于投入政策 关注的一些团体 他们所组成 那主要的目的 大家从名称就可以知道 大家还是觉得 有些部分还是要从 源头的立法来规范 因为民主国家是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就是依法行政 所以常常我们在做 在台湾内部在做倡议的时候 工作人员常常会说 抱歉这件事情无法可管 于法无据 所以你就必须要让他 于法有据来做进行 那所以在延伸 谁来会做成于法有据 其实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立法院 在我们当中华民国的 五权宪法行政 立法司法监察 然后这个我们行政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有五权的部分 来做一些运作 那这五权的样态来讲 立法当然就负责立法 从字意上很清楚 从概念上来说 我们所有国家的法律 都要经过立法院来同意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提到的预算审议权 其实我们刚提到的两兆多 它还只是中央政府的预算 其实立法院还要审一个 叫国营事业 还有一些废营业基金 这些加起来也有五六兆 所以立法院基本上要审的是 两兆多的中央政府预算 还要加上五兆多的国营事业 相关的这些预算 所以总家应该说起来 他是要省到七兆以上的预算 还有一个部分是 就是人事的同意权 因为我们在权力分立的样态来说 总统可以提名司法院考试院 监察院 包含大法官等等的这些提名 那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同样行政部门也有一些独立机关的部分 像NCC中选会等等 这部分也是由行政体系提名之后 还是要经过立法院来做同意 其实哪怕是公共电视 公共电视的临选委员 都还是由立法院以政党比例 来推派临选委员 再去选出董监事 所以基本上立法院 对人事的涉入的影响的部分也很多 所以这个是当原来机制上的设计 就是我们不希望 国家的权力都放在一个篮子上面 我们希望分开 那当然相互合作 也相互制衡跟监督 所以立法院的角色 如果你我们这样听完 他负责立法 他负责预算审议 他负责人事同意的审议 更不用讲一些其他行政监督 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角色 这是我们一直会认为 公共盟成立主要的原因也是 我们一直相信 让国会正常 国家就会正常 因为有正常的国会 才有正常国家 如果立法院正常来审议 当然对于国家来说 他的运作基本上我们认为会 比较有 这个我们讲 比较朝向一个 比较良善的方式来走 那这也是我们在 针对整个立法院来说 觉得立委很重要 我们在2007年 就是那时候经历一个 比较重要的转折 如果大概不太清楚 台湾政治的发展 原来台湾的立委是225席 后来因为大家觉得 立法委员表现不好 所以当初在发起一些 这个抗议抗争 那在修宪的时候 就把225席的立委 减成113席 那我们原来是多个 常设委员会也变8个 所以许多人会担心 现在立委的权力 会变得更大 所以更必须要去关心 更制衡 所以共同盟当在2007年成立 也对应在那时候 就是第七届的立法委员 第一次立委减半之后的选举 我们就出来关注 那后来当大家比较熟悉 是我们用几个手段 其中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用立委评鉴 因为我们透过评鉴的手段 把立委在立法院的一些表现 来做揭露 让大家可以来比较清楚的 知道他们的表现 那当然在做立委评鉴之前 我们做了一个其实厚着脸皮说 我是共同盟对于台湾民主 尤其在国会政治 一个最大的贡献 就是因为要评鉴 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没有资料可以评鉴 因为他所有的资讯都不公开 大家现在可能看 那个IBOD上网康 国会频道 会觉得稀松平常 在早期是没有了 也就是刚刚佳俊所说的 那个靠着打架 媒体才有办法上这个榜面 真正认真在审议开会的人 可能他是抢不到这些曝光 所以在我们成立的时候 虽然是用立委评鉴这个手段 但我们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 让立法院变透明 所以我们从第七第八第九到第十 在每一届的部分 我们大概就针对 立法院的一些意识 透明的资讯揭露的部分 做一些努力 那其实在第九届的时候 包含最后党团协商 都已经公开直播 算是比较完整 立法院的一些相关会议的透明都有 这是让现在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家 或甚至在世界各地 大家都可以看到立法院 整个医事讨论的一些过程 所以比如说前几天 我们在井南路跟青岛东路上 看到那个大萤幕上 都可以很方便的直接看到 立法院的加接 立法院的系统 对立法院的会议系统 直接直播加接出来 所以可以请执行长 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假设我现在想要去看立法院开会 正在开什么 我是上YouTube吗 还是YouTube也有 你其实就直接打立法院 中华民国立法院的部分 你就可以连接到他的官网 官网都有 那其实在第九届的时候 苏嘉全院长算蛮积极的 因为他那时候有召集许多的一些 平台的或入口网站的业者 等于是以往他们都很保守 不让你来这个嫁接 后来他们因为用比较友善的方式 所以你就会有很多的 不同的一些媒体 他们可能都会去快速的去加接 在立法院所送出的一些资讯 那其实立法院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有许多的改善 后来的部分 包含首语的服务都有 其实这都应该要继续掌声鼓励一下 因为毕竟在开放过程当中 在前阶段来说 我觉得我们目前立法院 如果我们谈意识的透明程度 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来讲 相较起来已经走在比较前面的部分 我差不多20年前在美国念书 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就很惊讶 美国他有一个频道 好像C-SPAN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可以 当然我也那时候也不会认真看的 但是就觉得 那时候觉得美国很羡慕 他就是你随时打开电视 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 没错 其实你如果看很多好莱坞的电影 都会出现C-SPAN的那种画面 这代表那已经变成 他们很重要的文化 文像中像什么金髮油 那女主角在开宠物的公听会 听证会 他底下那个画面就故意打出C-SPAN 然后钢铁人好像在第二集的时候 因为很担心那个衣服 会不会造成什么国家危害 我记得那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政客也召开 也是类似那种公听 听证会的样态的部分 所以这的确在美国来讲 他们已经很根深蒂固 也是一个美国目前在揭露国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是这是非常重要 可不可以请您稍微谈一下 就是说您在监督立委的时候 会用哪些指标 或是哪些媒介 或哪些比如哪些测验 去了解考核立法委员的表现 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上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网站 我们公众模网上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介绍 那我就快速的简单的说 我们基本上就分基本分100分跟加减分 基本分100分 我们尽量没有收入到我们主观的态度 所以他的提案 他的出席 院会的出席 有没有参与讨论 有没有不当预算的纠举提案 然后他的咨询的过程 我们让公民来评鉴 那当然这都是实名制的 不是透过网路上这个匿名的方法 那加减分的部分就比较是直话 比方说你有没有提出阳光公益的一些法案 你在预算删减的部分的做法 到底是暴牢属原 还是你实质上有达到一些效果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 希望你去做自我资讯的揭露 因为刚刚提到立法院 虽然有些资料的揭露 但是包含你的助理聘用 你有没有游说 你每个月会期给你10万块的出口考察费用 你怎么用 你有没有兼职盈利费 你组织等等 我们大概就会加上这些 那当然如果你有言行脱序官司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做一些讨论 所以我们基本上目前来讲 大概有将近20多项的大指标 延伸将近50项的小指标 大概也是目前台湾最完整 那我们从第7届开始评鉴 到目前已经是评了4届 那第10届第一会期 因为还在进行还没评鉴 所以我们等于一届是8个会期 我们等于是已经帮台湾完成了10多年 然后32次的立委评鉴 那这些资料库有很多的一些研究学者 也都很跟我们索取 我们都很乐意让他们去做这些资料的分析 好谢谢张执行长 我们中间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 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 台湾是怎么想的 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点30分 到10点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由王嘉勋主持 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 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 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台湾怎么想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0203 at 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台湾怎么想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公民监督联盟的执行长张宏林 谈说公民监督联盟到底是怎么看立法院的表现 该如何改革 以及他对这次国会改革法案的争议的看法 那刚才张执行长提到说 公渡盟列出了很多指标 在观察我们立法院的施政品质 那过去十几年来 他也做出了多次的报告 刚刚说几次 我们三十二次 我好奇就是 其实立法是一件相当专业 然后影响非常深远的事情 在我的想象或者我的概念 除非你是专一的政治工作者 或者是政治学者或法律学者 你很难去评鉴或者是对于立法院立法的品质 做出一个观察或者是批评 就好奇就是公渡盟是怎么去做 当然有些指标是很清楚的 例如立法委员的出席率或者参与率等等 除此之外就是量的东西你可以测量 但是值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测量 基本上来说公渡盟的部分来讲 如果在我们谈到一个法案的部分 我们先说 其实公渡盟比较锁定在所谓的阳光公益 的法案为主 因为其实我们在设定的部分 当然我们认为阳光公益的部分 还是比较我们可以理解 比方阳光我们谈到的是 对于一些政治政策的改革 对于一些自律的部分 那公益的部分 不管是弱势公益或公平正义的部分 那我们当然其实简单说 我觉得我认为 我反而回过来讲 是当然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能力 来看待这些部分 也许你在某些不同的专业的部分 会不大一样 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让立法院公开 其实我们都会甚至把立法院 要开会的议事周报 都会公布在网络上 我们让相关的人至少来摄入 没有人当每个东西都懂 但本来就一定会有不同的领域的人 台湾好歹有2300多万人 这有不同领域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公开 让它程序上透明 让相关关系者 至少知道原来立法院在立什么法 在关心什么法 在让一些相关的人去表达一些意见 那我们的初审小组 基本上有五个小组 就原则上是基本分小组 言行官司小组 法案小组跟预算小组 那还有政府院长及党团干部小组 我们大体上在讨论的过程 前面刚刚提到的 比较量化的部分是依据立法院的一些公报系统出来 所以这部分很客观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不摄入价值 也许有人提反同的法案 有人支持同志的法案 有人可能提反对核电的 有人提支持核电 这部分来讲都是主观的陈述 我们才会说在第一阶段 不会加上一些态度 但后面的部分 我们当然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刚刚提到 有没有对于一些公益的部分 大体上来说 比较的部分比较反而是谁 较为完备 有人在提法案的过程当中 可能他们认为 在增加的一些机制跟功能 怎么去做一些强化 那在这里来讲 我们当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方式 第一个 虽然考试为领导教学 但我们尽量朝向让他 比方说我们会询问 他在立法过程当中 有没有去征询相关学者专家 开工厅会 开座单位 形式上就鼓励他们 立这个法之前 应该要更完备去 如果有没有这些资讯 你看他是不是做足够的功课 另外一个部分是 立法院其实公报系统 因为我们的努力之下很透明 我们可以看出 一般来讲 你可以想要你起草一个法案 你应该很关心 所有开会 你应该会去捍卫跟说明 但从立法院的公报系统 我们可以看出来 很多人提了案之后 他从来不去发言 过去还是看得出来 另外有些部分是 最后通过的版本 是以谁为主 当然这个有建设到人数多跟少 不过因为所有的对照版本 一百开之后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的一些所谓的版本内容的 这些比较 所以这还是可以看出 谁相较在里面延伸的部分 更为细致 里面这个内容的部分 它的确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思考的内容 所以可能单独的法案 大家会认我怎么判断好坏 但是当一病案放出来之后 你还是可以看出哪个委员办公室 相较起来在讨论的完整度 细致度 我们讲的面临面向的部分 有哪些 但另外一个部分也很诚实说 我们一般来说 在立法部门提出一些法案的同时 有时候都会等行政部门有对案 虽然他没有强制 所以对案的部分一放上来比较之后 也同样很清楚 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的确有雷同相似 照抄的这样的一些样态 或者是他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 在里面的一些内容上 并没有特别 对他自己所提案的部分来坚持 其实有很高的比例 大概都在八成到九成左右的法条 最后还是以政院的版本来通过 所以在这部分来讲 对我们来讲 去比较出这些版本 他们的投入内容等等 倒不会太难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 我们认为可能不妥 侵害人权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当然就把就举出来 针对这部分会提出扣分等等 像我记得有一年的状况是 我们本来对于外籍的这些 劳工移工 包含一些愚工 应该有雇主有责任 应该要来做这些保险 相关动作 因为过往有发生过 可能没有做得非常好 有可能要面临到一些罚款 既然有立委就提 提案说这个应该要再给他一次重新执法的时间 然后把以前没有做好的部分 就既往不救这种塑及既往 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提案 像这样的部分来讲 我们认为都有侵害人权的部分 本来就是一个行政部门执法 发现他们没做好就应该去惩罚 怎么会立法委员透过修法 希望帮业者来做解套 所以这个还是看得出来里面 有没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这些法案跟法条 我请问一下 因为你们的主要工作是评鉴 按照你刚才讲的是 其实你是等到法案都出来了 或者是看公报之后来决定 评鉴这个立委做得好不好 但是你有可能在立法过程中介入 我们会去 也是会 当然会 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 不然我举个例子 在这一次的国会的争议的部分 国立改革法规 大方向公都盟支持 我们也过去从成立就一直 希望立法院有听证调查 在人事审议的部分要严谨 但他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在程序上 有一些严重的一些瑕疵的部分 我们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会去呼吁跟提醒 所以这部分来说 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 那我想如果提的部分是说 有一些牵涉到你又是裁判 你会不会在前面去做 又有这个指导 他们要怎么去走 这部分我们倒是会避免 因为刚刚特别提到 为什么说我们大概还是 比较阳光公益的部分 我们的确会有一些倡议 希望他们对于立法院的 相关的一些权利 包含这个我们谈到助理 我们的立委 目前台湾的法规的部分 是立委可以兼职的 但事实上他等于是部长的续信 他为什么还能捐职 我们一个月还给他 40多万聘用助理 为什么他还能兼职 盈利组织 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当然也会倡议 希望他去修正 我们在游说的部分 希望他去落实 所以难免都还是会有一些法规 但我们尽量都还是 以刚刚提到的 比较是以在立法院 国会改革相关的部分 我们会为主主要来做诉求 其他大概都是其他团体 以他们为主 可能我们在 我们会参与记者会 大概是提醒在程序上的一些问题 是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天 我在刚好在井南路上 听到您在演讲 你说在过去17年 你们扮演的监督的过程中 有些监督是必须委员 主动的回复你们调查 跟或者是 我刚刚就举例 我们刚刚在做评鉴的部分 就是刚刚讲的 在基本分一百分 那些处缺席 有没有咨询 有没有提案 提了哪些提案 其实立法院现在非常透明 我觉得听众朋友有兴趣 都可以上立法院去搜寻 我觉得立法院网站的部分的功能性 应该还算是 我觉得相较起来是较好的 另外一块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直话的部分 当然就是因为 我们针对他提案的内容 我们主观来判断 但有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利益冲突 跟助理聘用资讯 在现行的法规 是没有要求他的 比方我们举例子 因为立委现在还可以兼职 所以我们就问他说 请问你有没有兼职 盈利跟非盈利组织 我们刚还是提比较多的是盈利 大家可以就不能接受 但其实立委可以兼职 非盈利组织吗 大家可能会觉得 非盈利组织没有关系 就非盈利 但非盈利组织如果跟政府提申请案 申请补助案 会不会有 我一看我的承办人看到说 理事长是立委 那就是说基本上 盈利当然大家一定比较有共识 非盈利组织 我觉得这都必须要去思维 可以不可以 当然怎么样合于 在我们讲的人民的参与的一些权利 因为公务员也不是不能参与社团 只是有些程序的部分要走 所以我说至少盈利的部分 在你没有限制不行 请你公布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这个有关包含 你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谈到有许多 在你的这些助理聘用的部分 我们问他问他说 你聘用几位助理 因为我们法定他可以聘8到14位 我们问他你聘了几位 你有多少人是放在国会 多少人是放在地方做选服 那你这个 这个是查不出来的 没有他这没办法 因为没有要求他要去做这些公布 里面有没有三等亲 那三等亲没有违法 但有没有 我觉得你就如实来对外来做揭露 这一类的部分 在立法院没有法规要求之前 你想要得到公都盟的优秀立委 我们认为自律揭露是其中一部分 那这一块没办法 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查到 你当然会说你就上网去查一下兼职 查那个名字 问题是我们立委也有很多是菜市场名 那个有可能是无法那么笃定 认为他一定就是他 这个部分还是会有一些怕疏漏 最理想的部分我们认为他自律揭露 而且这些自律揭露的部分 公都盟原则上是不去做查核 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 但我们会公开 所以现在到公都盟的公民监督国领域的网站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揭露的立委 他就把这些资讯资料都放在上面 供大家检阅 所以我们也等于是我们能做到的部分是说 你填写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荣誉字 作为一个立委 你才还要人家当你怀疑你 我们相信你填的 但我们就是上网公告 但一旦被发现你有隐匿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会来严厉来批判跟提醒这样子 谢谢执行长对我们讲解 公都门是怎么样的来监督我们的立法院 因为我自己是念政治的 所以我过去也认识很多长期在立法院做助理的 基本上大家平常当然抱怨很多批评也很多 但是我问过一个很资深的 做到国会办公室主任的一个学长 我问过他说 你一天到晚骂立法院 那你觉得我们立法院到底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起来 到底怎么样 然后他想一想他持平的说 他说其实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这个大概是五六年前七八年前的一个对话 那节目最后我想请问一下执行长 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你 就是你过去的经验 有没有觉得说哪些立委的表现 你是自己觉得非常肯定的 跟大家推荐一点 我想这个部分就请大家上公都盟的网站的部分 因为每一届的部分不同 有些卸任的有的必须在连任 如果也要谈大家首支的部分 过去公都盟在第七届的时候 大家得到很多次肯定的 包含赖清德总统 他过去也让我们在评鉴上来讲 也算是优秀的这些立委 所以像如果大家谈现在的县市首长 如果我们蓝绿都举例来讲 卢秀燕在过去公都盟的评鉴上 也都是我们很肯定 包含蒋万安的部分都是 所以我想至少这个可以确定是说 过去在公都盟表现较好的部分 的确他们后来都有机会再往上 倒不是因为我们评鉴好他往上了 而是说我相信认真的委员 愿意自律揭露相关的部分来讲 后来在政治上来讲 我们认为都会受到大家比较认为中心的一些肯定 今天这个聊得很快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想要请教执行长 那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下一集 再来听我们这个公都盟执行长 赵宏林先生谈他对这次国会改革的看法 谢谢